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五十三位胜知识 有表顺境的 有表逆境的 在我们讲上 有善人有我人 善人我人 善我我我我 他都平等 可是在表法使教我们苏取说 无论是善人我人 平等恭敬 普贤菩萨的离尽祝福 决定没有是两种态度对了 那你就错了 我以什么样的心 对释迦摩尼佛 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阿弥陀佛 对皮诺真阿佛 我对所有一些众生 就是这个心态 他就是人心善 行为善 称赞他 他心情不善 不善有功心 没有称赞 就是绝对不批评 再坏的人 你不要批评他 这个里头意思 很深很深 当然最重要的 成就自己 如不而发 所以菩萨事先走 让你什么 让你真正其辱 善悟 宝 燃尽宝 真望宝 是非宝 向你受这种 这一阵法界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磨练的 谁凡夫 没有法子 总是要批评人 这个就是很大的障碍 你不容易拯救 供养 平等 不管是善人或人 都要很恭敬的 供养 很恭敬的 有礼貌 礼尽 要知道 谦卑是信的 佛教里的 讲谦卑 普贤菩萨 神灭 第一句叫 离尽祝福 那个祝福是谁呢 华音经上讲的 晴与无情 同源终止 祝福是将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现在迷惑颠倒了 他有佛信 他将来会成佛的 是未来佛 纵然在地狱众生 蚊虫蚂蚁 都是未来佛 你怎么能不恭敬 你怎么能瞧不起他呢 我们今天是有分上下的 不肯像这些低头 这是什么 傲慢 不知道谦卑 所以说 不能够净似 祝佛菩萨 私生父母 更大的障碍 不能学如来这法 为什么 他有傲慢 诸佛菩萨教 他也舍不到 不是 他有账 他这个账不去掉的时候 他得不到 为什么佛教里面 叫我们拜佛 拜佛就是除我们 以我们最顶的头 去礼佛的足 这上阔啊 学了有什么用呢 学了对最下等的人的时候 我们都要攻击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形式的理 那个心跟恭敬佛的心 没念一样 再对蚊虫蚂蚁 也是这恭敬 你那个礼佛管用了 你的生活上用上了 我们看到蚊虫蚂蚁 我们都会获掌 蚂蚁菩萨 蚊虫菩萨 我们对他真恭敬了 跟他沟通了 希望的时候不干扰我们的生活 他来找吃的东西 我们在房子外面供养 你不要进来 他听话了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礼尽祝福 祖师大德跟我们说明 祝福有过去福 像世尊为我们讲的万佛明经 里面讲的过去福 有现在福 还有未来福 未来福 未来福是谁呢 一切众生 尽是未来福 我们的尊敬 通通要尊敬到 我们得罪一个众生 就是得罪一尊未来福 我们亲满一个众生 就是亲满了未来福 我们要以尊敬福的这个心 尽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这才叫做礼佛 礼尽诸佛 无论对人对私对我 就是一个平等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这就是无限无算 佛门也成为大仆之心 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介无 能用这种心 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容易 换一句话说 你恢复 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是佛 也就不难了 恢复佛 本来是佛 换一句话说 恢复你自己 自信里 本来具足的智慧 得能向好 你就得大自在啊 佛教教学的目的 是在此地 这个不能不知道 就在现前 厨师带人 借我 我都用这些 我不用往心 不用往心 根本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眼目当中 人人是好人 素食是好食 李老师早年 教导我 方法好极了 叫我们把一切人 都看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实现好人 给我看 阿弥陀佛 实现一个卧人 给我看 都帮助我提神 叫我看 这里都不分别 不支柱 最后做到 不起心不懂你 那你就成佛了 善人善私 我在这个境界里 没有贪念 欢欢喜喜 没有贪念 心住在清净 平等觉上 看到我人 我死 没有嗔恨 心也住在 清净 平等觉上 一点没有受干扰 这是佛菩萨 有点 心安 Flat 肋於照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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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